南北朝时期 北周皇室擅权者有文护 誓杀君王成姓 妄图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 你们要干什么 寡人崩逝之后 当传位于寡人的亲弟弟 府成王玉文雍 公元五六零年 玉文雍即位 成为北周第三位皇帝 却以玉文护的专权法护 玉文雍还是为北周 傀儡皇帝的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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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啊 杀 娘 孩儿啊 娘 娘 走 走 走 谢谢 看了许久的折子 还是隋忠俊宫杨坚大将军的折子 最让人开心 赋税资增 百姓乐业 比北疆御敌让人放心多了 杨将军治郡有方 也多亏他有个贤淑内著 独孤家罗 朝中可还有其他要务 启禀圣上 关于朝中迎娶突厥公主 阿史纳云的示意 已经安排妥当 就等迎亲使将公主送入宫中 具体事项的折子已经递交 但尚需圣上亲自过目 将由太师处理即可 遵旨 圣上可真为大局着想 为了争取到北疆突厥支援 为了迎娶突厥再婚的公主 属宫垂千秋 也不为过啊 还得感谢太师一力谋划和亲之事 和亲良策已出 北疆御敌局势即刻转变 太师功不可没 有 有 停 去看看 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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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截公主为皇后 中宫终于有人掌揽 圣上赎罪 是臣妾说错话惹怒圣上 还望圣上赎罪 是臣妾 你怎么了 你怎么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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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你伤势未愈 寡人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我听说啊 你不愿嫁给中原的皇帝 寻死寻活好多回了 既然你我不是两情相悦 倒不如做个名义夫妻 反正寡人也不缺你这么个女人 那最好不过了 不过圣上坐在地上 确实会着凉 寡人是天子 我想如何便如何 怎么了 好 你是在嘲笑寡人是吗 你还是真是有胆子 敢嘲笑寡人 不过 你这说话的语气 倒是让寡人想起了一位故人 他叫寡人阿庸 是寡人最想测封他为皇后的那个人 得独孤者 得独孤者 到天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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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你喝了这碗参汤就早些休息吧 不然头疼病又该犯了 何况对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好 我就是为这事儿头疼的 她是若知道我怀有身孕 只怕会大发雷霆 后果不堪设想 玉妃娘娘别这么想 现在您只能为您自己做打算了 孩子在您的肚子里 她的命全靠您做决定 才是知道得越晚越好 反观现在 谁能护得了这个位置上的女人 恐怕也只有圣上 毕竟您怀的可是她的亲骨肉 你什么都想慕了 明天一早给我背车 我要去龙心寺礼佛 朱麟 你可不可以 是 阿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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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居然还活着 你以为我在荒郊野岭自生自命 没那么容易吗 门 阿嶺 阿嶺 你不要再幼稚下去了 你明明知道 得罪黑棋军没有好下场 你别忘了 是你先背叛的黑棋军 三年前我加入黑棋军 无非是你看中我的身手 而我看中你给我的赏钱 每次杀人我都兢兢业业毫无差池 后面我决定不再做这杀人的买卖 也就退出黑棋军 我用我自己的性命担保 不会向黑棋军的秘密说出去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下令对我赶尽杀局 难道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吗 黑棋军 从来就没有金盆洗手一说 再说了 你既然拿性命担保 我当然要取你的性命 那为什么要杀了我全家 你不能怪我下手太重 当时一并清除家人的命令 是太师下毒 我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太师下的命令 所以 你 你现在可以走了 要走我也要先取走你的性命 为我的家人报仇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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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听见你是宇文库的人 若是让他知道 你怀了宇文庸的孩子 恐怕你的脑袋保不住 威胁我 你私自出宫 负商归来 恐怕做的也不是什么正经购道吧 这要是 那就试试看 看皇上是生你的气 还是生我的气 不过我好心提醒你 你若有事 那可是一尸两命 你会武功 你到底是谁 想跑 玉妃娘娘殿内所为何事 没事 玉妃娘娘 请恕和弦不能坐视不理 我需要尸两章 跟我ña 也是 是 我和弦不能坐视我 我准备 这位伯母 皇后殿下原是突厥公主 过惯了戎马生活 这初来中原多有不适 正与我演示 草原上小马撒欢的模样 实在是演得逼真 是吧 殿下 是 那就不打扰皇后殿下 和玉妃娘娘的雅兴了 属下告退 你刚刚说我是什么 说我是马 你可不如马好对付 虽然 你说你是黑棋军的人 已经不是了 黑棋军可没有金盆洗手 这一说 你这样的 难道就不会被赶尽杀绝吗 你应该庆幸你不是黑棋军的人 更应该庆幸我是个杀人 还讲道理的人 你来皇宫到底有什么目的 那真正的阿史纳云公主 又去哪儿了 我要去做什么与你无关 我半晚我该办的事 自然会回去 倒是你的肚子 却满不了多久 阿史纳云在哪儿 不用你操心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就算是死 我也会保护我腹中的孩儿 你从小被羽毛护收养 他难道不会放过你 他为了皇位 他放过谁 当初他接受先帝遗训 辅佐羽文爵 从此就建立了他的帝国王 这次米苍暴动的主犯 已被处斩 但是官商勾结的问题 不能坐视不理 所以将领吴启勇 和伤犯堂不悔 已经被处斩 就按太师的意思去办吧 等等 那些基民都已经被斩首 那寡人为何不止 是我下令处斩的 怎么了 可是太师 对那些基民实施杀无赦的政策 那让天下人怎么看寡人啊 你如此心慈手软 以后如何整治国家呀 现在若是方人不管 以后他们就会变成暴民 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圣上不愿看到自己的皇宫 刀光剑影吧 你 放肆 圣上那一国之君 岂能容你如此称狂 看来 张大人 是对我家主上有所不满的 为臣无能 看到圣上受此凌辱 为臣真的痛心哪 我对不起大周 对不起我身上这身官服啊 张大人 不要再说了 宇文护 你私下跟宁都王妃 独孤般若 暧昧不清 又公然在朝堂之上 藐视圣上 鬼臣惶恐 太是如此作为 你如何对得起大周的烈族烈宗 如何对得起先帝的遗训哪 都瞧见了 都瞧见了 作为大周太师的我 你们可以对我畅所欲言 但以后再让我听到 污蔑我 和宁都王妃的话 这就是下证 从那一刻 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武力太事 否则 我就是死路一条 你觉得这样的宇文护 会容忍我的背叛 对我手下留情吗 哼 哼 那就杀了他 参见玉菲妖妖 参见皇后娘娘 哼 参见皇后娘娘 你的伤也该好了 我听说皇上要举办宴会 犒赏三军 皇后殿下 这次如果你再找借口拒不出席 恐怕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谁说这次我不去的 我听说上个月歌叔将军在城外被人杀了 我还听说歌叔将军身重数剑 这修手剑法伶俐 人是我杀的 明天的宴会我自然也会去 这点你放心 因为我知道 饶天 吴商 和阿六敦 也一定会随太师 去宴会的 你忘了 这里是皇宫 还没等你出手 你人头已经落地了 我谢谢你提醒 可是我不怕 不怕有什么用 何况 歌叔一死 你以为黑旗君的人 真的不会察觉吗 这药 这药没什么坏处 你可以好好睡上十二个时辰 等你明天醒来 烟会早就结束了 娘娘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 杀的也不是 留着又是个大祸 希望饶校尉 能替阿兹传达这份心思 希望太师成全 身体有恙 调兵退癮 你听说过有妃子 半路退癮的吗 还请校尉替阿兹传个话 属下 必须要见太师一面 你太天真了阿兹 太师要是允许你归癮的话 那谁来当他的 谁要来前之后宫 这宇文雍要是有个 异难伴你的话 江山未来还有太师的份儿吗 请饶小卫自重 我自会与太师解释清楚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就敢说不 你就是太师的一条狗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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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快叫大医 快叫大医 是 无甚大碍 恭喜皇上 臣这就去开些保胎的房子 嗯 岳飞 你怀的可是寡人第一个孩子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吗 不必多礼 好好休息吧 袁露 奴才在 吩咐下去 叫手下的人 好好照顾岳飞 是 陛下 圣上 谁干的 圣上 我们都会知道我们跟太师 嗯 我们该怎么办呢 娘娘 你说 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我问你谁干的 我没事 要不是昨日 要不是昨日 你弃我对你深信不疑 给我下毒 今日席上 我定让宇文湖血染当场 难道你是因为年幼时 被宇文湖庇护过 所以现在对他卖命不止 你可知道我们在他心里是什么 一条狗而已 可是你杀不了宇文湖的 如果你能杀得了宇文湖 那三年前宇文勇早就杀了他了 所以你现在任人宰割 是饶相威 是谁不治后膽 在这儿弄事 谁 是你 是你 想必你们已经跟太师说 将我碎尸万段了吧 那天你没死 算你命大 今天你可没那么好的运气 之前歌叔死了 你都没能晋升他的将军贤 很不高兴吧 有你管 不如你随他一起去 在地下整个高地吧 下 下 上 hogy j 你 不是我要杀你 是太师 是 是他 是他要杀你 我不用你提醒 太师的杖 我自会去算 参见设计 谁 你怎么来了 这是寡人的行宫 寡人愿意去哪儿 便可以去哪儿 哟 这么有兴致呢 是 寡人听守卫说 你出宫去了 不行吗 行 没什么不行的 你们 大草原的人游走惯了 在这申宫里面待久了 自然就会觉得气闷 申宫如牢 难道圣上不觉得气闷吗 是申宫选择了寡人 寡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来 陪寡人喝一杯 就当是平常的夫妻夜谭 当圣上不知是多少人羡慕的事 可在圣上身上却看不到一丝高兴 我不明白 圣上就那么怕允忽吗 你再这么肆无忌惮地说下去 你信不信寡人找个借口 把你给斩了 不过 不过你说话的语气 倒是像极了一个人 我知道 独孤伽罗 册封那日 圣上喝醉酒时 念念不忘的那个人 不忘了 时候也不早了 今天 寡人就在你这里歇息了 圆陆没有通知你 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想干什么 圣上若再敢继续往前这剑 会戳腾圣上 你是羽王护派来的刺客 圣上想多了 我只是想替圣上守住当日的事业 册封当日 圣上可是说要与我做民意夫妻的 随意破事可是要吞千根针的 除非你们中原人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无赖骗子 根本没有守心二辞 寡人只是来找皇后夜谭的 这个剑哪 小心伤到你自己了 圣上多虑了 荒凉的草原和伟大的长生天 只孕育若朗 这剑还比不过草原的屠刀 那好 你就跟寡人讲讲 你们草原的故事吗 圣上是想听欢喜的事 还是悲惨的事 都行 你讲什么寡人就听什么 你今天来找我不单单是为了探病吧 饶天被我杀了 你杀了歌叔又杀了饶天 那接下来呢 要杀太师吗 你会告发我吗 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根本就杀不了太师 你明明知道你根本就进不了太师的身 这天底下跟太师有深仇大恨的人 真的太多了 我不是只会硬闯的痴汉 夜长才会梦多 就当他是我杀手生涯的风格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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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啸为远道而来 在下有失援影 李将军 来人 看茶 是 不必了 一早收到一马非报 不知何孝伟非奔至此 有何要事需要在下配合 圣上感念李将军迎亲之功 这不特命卑职前来 慰问李将军 承蒙圣上惦记 迎亲之路虽然坎坷 但总算平安归京 李将军真的以为我来 就是听你说这些 不然呢 何孝伟 不妨有话直说 圣上 如果没有怀疑 那也不会命我前来找李将军 如果只无不言的话 那圣上 自然少了些许麻烦 可将军 如果想要鞠躬犯险 那后果 可就复杂的多了 陈有罪 但其圣上 只相对我一人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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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李将军 那就请你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书写清楚 我回去 也好禀报圣上 来 皇后 你呀 还是自己看看吧 你还是收起来自己看吧 反正也看不懂 可是你傅寒来信告知 说皇后是草原上 少有的精通汉文之人 你如今为什么告诉寡人 你看不懂呢 那不过是说说而已 那不过是说说而已 难道圣上 没有夸大的时候吗 有 寡人也有夸大的时候 那儿怎么起火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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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这不是太师府中的无伤效尉吗 参见圣上 你能否给寡人解释一下 私闯入宫 所为何事啊 今天是明镜皇后的祭日 啊 所以太师派我等前来宫中 在明镜皇后昔日 抚情弄影的地方 祭奠一下 可哪怕就算是有失入宫 无伤效尉都不通报一声 这皇家宫规 都成了摆设不成 何侍卫 只可惜我也是个当差的 要不 你跟我去问问太师如何呀 这便是太师府中的人 对待圣驾的礼仪吗 一群奴才 真把自己当成什么金贵东西 这位是 见到皇后 还不赶快跪下 皇后 属下刚才确有冒昧 还请圣上原谅 既然知道错了 那你们就给我都看好了 这就是得罪圣上的后果 圣上 比较说罪 陛下说罪 陛下说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师 太师为什么就是不见我 还是坐下来说吧 你已经背叛了太师 主上没有杀你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我没有背叛主上 只是肚子里的孩子 肚子里的孩子 就算不是你有意要留 那也是背叛 是我有意要留着的 青生骨肉主上自然理解 但是我们做棋子的 就应该明白 到了该背棋的时候 就不要在奢求上 主上不见你 就是不再管你的意思 自生自灭总好过其他下场 不是吗 主上真是这么说的 你毕竟以为主上做了那么多事 能有这样一个归宿 也算是既得了 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吧 从此我与太实在无瓜葛 从此我与太实在无瓜葛 娘娘娘 你什么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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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转太医 快转太医 快 娘娘 坚持住了娘娘 皇上恕罪 卑职无能 皇子 没能保住 皇上恕罪 是宇文护罪的 对吗 宇文护罪 就自了断 所以就这么完了 我和你 一起杀了他 圣旨到 玉妃接旨 圣上有旨 今玉妃有为宫旨 勾结内外 有失子有罪 罪加义等 打入冷宫 以正宫为 钦此 圣上可能早就不在乎一国之主的尊位 毕竟悲屈他人淫威之下数年 依然过得快活 可圣上难道连父亲二子 都气如草芥 好 这样也罢 可玉妃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一个卑微的杀手 根本就没有资格持着我的鼻子 这样治我寡人 谢谢大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真的 只有听从我的安排 才能接近宇文户的敬畏 一击毕命 我该怎么相信你 不仅你要相信我 圣上也要相信我 过两天便是太后寿宴 宇文户一定会入宫和首 虽然这宫里到处都是宇文户的暗卫 但是寒人殿却是太后的私殿 我想宇文户无论如何 也不会在寿宴这一天 带暗卫进入私殿的 那寡人总得做点什么吧 圣上只要使宫中守卫依旧 不被宇文户发现即可 但宫外 圣上一定要派人封锁宇文户回家的路 也方有人回家通风报信 使势太扩大 吊虎离山成功之后 宇文户的命便交给我大帝 不过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这宫内外全都是宇文户的耳目 这吊虎离山的计划 也只有半炷香的时间 半炷香时间一过 宇文户的兵马一定会踏入宫城 这时如果他还没有死 请恕我口不择言 只要宇文户的兵马一到 我们 就必死无疑 锦身上一定要相信我 这是最好的机会 也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那江山设计 便成了宇文户的盘中餐了 这一遭过后 你若成了 你会离开皇宫吗 你呢 宇文雍是不会放过我的 你若想走 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带你去 你若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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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兄啊 这寡人哪 还有一事相求 你也知道 这太后年事已高 她一向 她一向贪恋着杯中之物 我让她在仁和殿 多待一会儿 这就跟皇后 吵了好几次的架了 而且还特地下令 不让皇后 来参加她的寿宴 我原本想着 是想借助阿兄的威势 好好地劝劝她 让她以后少喝几杯 这不 你看 我东西都准备好了 是臣军事太盲 家务有急事 让太后就等了 圣上想让臣 如何劝太后啊 不用劝 阿兄 你就站在那儿 把这个酒告一读 太后啊 她本来就畏惧你的权势 再加上呢 她最讨厌的就是听书 她一听书呢 就很烦 这一烦呢 她就会听你我二人 以后少喝两杯的 有了阿兄啊 阿六将军 阿六将军 里面是太后的司业 太师到 遗孟 参见圣上 参见太师 免礼 臣宇文护 恭贺太后 福寿绵长 松拜其间 恭贺太后 福寿绵长 松拜其间 多谢太师吉言 请大家入座吧 拜拜 臣还有份贺礼 赠与太后 听闻太后好酒 奉题有样 故臣愿以久告一篇 以赠太后 有劳太师了 王若曰 明大明于美邦 乃木考文王 赵国在西土 决告避暑邦 术时岳绍正 御氏 昭西云 四孜久 为天降命 赵我民 为元寺天降威 我民用大乱丧德 亦往非酒为行 岳小大邦用丧 亦往非酒为孤 大胆语入户 大胆语入户 护驾 护驾 主上 主持人 诸上 果然是黑棋手 既然背叛了我 为何还要回来 我今天就让你死得 明明白白 你将弃子黑棋军 赶尽杀绝 这就是我今天 来杀你的愿意 今天你一定得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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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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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